手工板面条热乎乎起锅了 淋上店家特制肉燥 很安来传统外水面老滋味 面条吸附卤汁油油两量 一碗25块就能饱腹 卤肉卤大肠 还有店里招牌烟炮菜更是开胃 彰化西州巷子里的隐藏版 铜板美食 还有这一间开了20多年的手工麻糬 包裹花生 芝麻 外头再滚上一层花生糖粉 铜板价美味 更要填饱3号造势晚会上 上万名韩粉的位 今天听说韩国瑜要来 你觉得这样有没有对你们比较好 就是外面的人 希望是会对我们比较好 造势晚会地点就选在彰化西州 虽然场地不算太大 2500坪空地 现场将摆放4000张座椅 大约能容纳1万人进场 欢迎韩主委跟我们的吴主席 那也希望从西州出发 赢回彰化 舞台搭建如火如荼 除了国民党政府主席 吴敦毅豪龙斌到场站台之外 韩国瑜压轴登场 尤其西州过去选票结构绿大于蓝 国民党刻意选在西州造势晚会 指导绿营票仓 让韩国瑜的高人气翻转选情 借全社会韩制信用彭新 彰化报道 至少 卖